Hello 大家好 星期一 不知道你們是HOME OFFICE還是還是公司 炒主卡 今天這個影片不講太多肥料 有時候講太多都比較悶 因為肥料大家都懂得炒 想講一講是關於急發派賣彩 過了兩天三天的Lighting Round 理論上今晚就不會有Lighting Round 直到星期五 我會告訴大家 有個參考 究竟手上這個星期的 BIRTHDAY卡 究竟情況會如何 每人都很想知道這些卡 我都明白這個PROMO的卡 很多都是真的可以用到的 不像之前那樣 其實只有兩三隻可以用到 今次真的很多前場都可以用到 所以我會逐一點說 影響這堆卡的價錢 當然是供應 你會看到這一堆卡 不斷地下跌 在說一些正在用的卡 Mbappé 5.2 現在跌到5米以下 基沙文之前是1.7多 已經下跌了 Rashford 之前是1.6 現在跌到1.57 其實反映了什麼呢 就是因為週末日已經延伸了 但其實早晚有人 已經結束了週末日 所以他們會把這些卡放出來 其實週末日應該到明天下午 今天還有一打 其實這些卡還有需求 但問題是 不會有人再用這個價錢 去買這些卡 因為你不會用來 放在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還要不知星期五出什麼卡 所以他們的價錢不斷跌 所以這是我第一個 原因 在這一刻還是一個下降的 trend 你不會說它是跌少少 Bounceback 短期內不會 你看到Sissoko 不知道為什麼會升上去 待會我會說少少關於這張卡 第二 就是因為真的出了這兩個SBC 其實是令到這些卡都跌的 今天我自己也有個錯誤 就是我以為這些是不會出生日式卡的 但最後一刻 他們也是會出這些新的卡 當然啦 81 和84至91 可能未必出到這些91 92 92 94 其實可能會出很多這些Rashford Rashford 應該是91內最漂亮 最多人用的 也是價值最高的 我不知道這張81 雙倍升級 會不會都會有 按字面去寫 應該會有 2Ragor Player Rated 81 或高 理論上是出到99 也有 不知道要超過81 所以這兩個SBC 絕對影響了 這些卡的供應 它出的卡應該是 不投資 當有人抽到的話 就會 用 而 自己本身有的都會放出去 這個我看到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 就是 除了OCE 因為他剛剛出遊戲 也猜中了 所以 兩隻SBC 不是十分吸引 這張 我覺得 120K Rashford 是可以的 發覺 好的 但是 你說有沒有一個 馬賽的左翼 可以拿到 很好用 這一刻 也沒有 所以 我不覺得這張 會有很多人做 那 OBANA 300多K 會不會做 我覺得大家會有些 暴漏 因為 意大利 你不會用它 因為 英超沒有什麼意大利後貨 拿到它 還有 很多人都拿到之前的 Darvision Sanchez 來給 其實很多人都應該做了那一隻 我覺得不需要做這一隻 那 Witches 是不會令到多了人抽獎 因為 其實 做完這些SBC 這個SBC 其實是有 一個 Player Pack 你會看到 會有這些 Primix Rare Electron Player 但是 EA的做法 是很盛的 以前也是這樣 永遠都是 把 漂亮的卡 的SBC 放在 中間 的 大家都很明白它的用意 就是 因為 週末是沒有人玩的 所以 它要長期保持 週末也有一個 氣氛 不是卡的遊戲 是靠 SBC 還要追蹤這些卡 而 它也知道 上幾天 很多人都抽完 很多 重複了的 肥料 GOLD RATE UNTRADE 肥料 可能在倉庫上 要用的 在星期五出 Team 2之前 今星期一 1 2 3 4 四晚 我覺得會出一些 爆炸性的SBC 是你一定會做的 就好像之前 Limex 新道 這些 這些卡 會帶來什麼 後果呢 就是 那些卡一出 這些卡就下跌了 因為 又是多了公認 還有 週末 這些卡 理論上是慢慢升 但是因為真的 公認會很多 所以 這些卡 我看到也是一個 下跌 第四 就是 因為 上次我的Pitch Note 講過 這個星期會有一些 更多的 優惠 當然 那些優惠 會出什麼 大家不知道 加上上次也有說 有一些叫做 WEEKLY OBJECTIVE 就是慶祝FUT BIRTHDAY 亦都會多了PAC出來 當然 PAC RATE 是很低 但只要多了PAC 有人抽 就會有人 有機會中這些 令到市場的供應多 坦白說 這些卡在市場上 都仍然有得買 不會說 只有兩三版 Greismond 現在都好像有三版 是你真的可以賭到的 當然 有些是超過價錢 那些是不算 所以 我不覺得 這一刻 你說和我說 星期一星期二 那些星期日 是否有數 我覺得未必 我這一刻 我會看到 星期四之後 我才會看看 會出什麼卡 以及星期四之後 會開始有些少少 EA新的Loading Screen 出來 會預測有什麼 新卡 走出來 那一刻 大家就會有panic 例如 基山文 巴塞 可能 Loading Screen 是巴塞 法國旗 大家就會猜 會不會出單比利 如果單比利 我相信 一定會 override 這張基山文 當然不會出單比利 因為他本身是五星 拿個例子 有些卡 是完全一出 就會override 到基山文 或者可能 黃馬 我覺得下一個隊 都一定會出 可能會出 我覺得會出 EASY GO 將他轉為四星五星 也有機會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 不需要這一刻去買這些卡 但無論是升或跌 都不太有關 我覺得可以大家想一想 第二就是 想說一說一些 比較誇張一點的東西 其實 我這裡有個標 其實都幾變態 其實我自己 沒什麼事做 就是 做 其實這個就是有 Headliners 1-2 Future Star 1-2 SS 1-2 以及今次的Food Birthday Team 1 出過了所有球隊的 sequence 和出過的數量 我是由A-Z 排好了 我簡單說少少少 我把它minimize 讓大家看得清楚少少少 我可以分享這個 給大家 如果大家看完 想在Telegram 分享都沒有問題 A-Z 排好了 其實綠色 就是出過三對 三次的卡 黃色 就是出過四次的卡 沒有highlight 其實就是below三次 我就不會說 看它是怎樣的 其實你會看到 有些東西 就是 某些卡 是接近每一個 活動都出的 我想大家看看黃馬 基本上它沒有出到 Headliners 2 基本上是每一個活動都出的 大家可以看看 Headliners 1 Headliners 2 黃馬好像是沒有出的 黃馬好像是沒有出的 然後打後 也有出的 Fisher Star 有出 Vadrigo Fisher Star 2 Valverde 然後 然後 Shapeshifter 出了 Marcelo 和 Mandy 然後 Mandy Shapeshifter 出了 Mandy 和 Vanichiniers 然後 Food Birthday 出了 夏薩德 其實你會看到 Trend 我覺得這次 都會出 FBTE 都會出 今次 我不會 預測 哪個球員 我覺得 應該是留給大家 自己去想想 有哪些球員 會再出 你看看 PSG 亦都出了 五次 他只是錯過 SS2 和 FS1 還有哪些球隊 都會出得比較多 萬成 都會出得多 Lester 都會出得多 Lester 剛剛這次沒有出 我覺得今次會出 所以我之前也想過 他會不會出 華底 華底 五星腳 我相信是一張 很強勁的卡 很多人會用 亦都會這樣想 假設華底 一出 Rash 英國會跌 因為EA 最喜歡出 Team 2 會影響Team 1 的卡 這個遊戲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然後 還有哪些 是出得比較 密 Arseno 也是出過 還有 萬成 這個表 有某程度上 可以縮窄 大家的範圍 就是哪些卡 會出哪些卡 會不會出 我唯一有一隊球隊 我覺得比較奇怪 就是祖雲達斯 這麼久 而你只出過一張卡 而那張就是 斯朗 那你說今次會不會出 我自己覺得 他應該要出祖雲達斯 我之前也猜 他今次可能會出 大包拿 這就是下一個影片再提 大家可以用這件事去看看 究竟 其實 EA是有一個 一條路燭的 大家可以很認真地想想 有七個活動 有什麼時候開始 Headliners 1 是1月17號 兩個多月裡面 他可以懶到 只出了48對波 其實會有很多的 都會重複 那你可以 猜到 其實他應該 只會是 這些熱門球隊裡面 再加多 三四隊 還有一隊 我也覺得 有可能會出 就是摩洛哥 因為之前出了一張 賓耶達 這個可以大家想想 那 萬聯只有兩張 我覺得 萬聯如果真的出 就是出波波 但是現在都不趕著 那 我覺得 大家可以想一想 究竟 Team 2 的 出發會是怎樣 那 只要你把這個範圍 縮窄了 其實 你就會知道 他大概會出什麼卡 那 例如 我選擇Lester的話 我覺得 很可能 華Dee會出那張卡 那 因為 EA都會想出那張卡 會被人用 因為 你看到 新的這一堆卡 其實說真的 很多卡都是用得著的 Mounier 其實是很好用的 但是 Work Rate實在太差 沒辦法 我想 整隊 有哪張 真的不用得 我相信 由於 垃圾 Work Rate差的 OCE 都是因為 阿仙奴 都會有很多人用 那 你想像下一個 Team 我覺得都會有這個情況 那 那 這個 就是 我大概的影片想說 那 有什麼 大家可以再 可以 PM我 還有一件事想說 剛才我也說過 影響這些卡的供應 就是會有 SBC 我都說過 接下來這四天 會有 SBC 會有些很討厭 SBC 肥料在跌 事實來的 我覺得 今天 有空的 比得到 靚卡的 Stop Up 這些卡 Stop Up 那些 86 87 88 89的卡 不是叫你 Day Trade Day Trade當然沒問題 我強烈建議你們 Day Trade 因為現在不是太多東西 炒的時候 每天都做這些 那你就可以 製造你的錢 但是 我建議大家 不叫你們 這些卡 全部都 存在你的倉庫 即是入隊 那 因為 早上SBC一出 這些卡 就會爆 那 我覺得大家可以 做好這一步的準備 大概這樣 那 這遊戲已經到水尾了 多謝大家 這樣看 這影片 其實我講些 也不一定 對 只不過是 可以給大家 多一點點分析 多一點點看法 去玩這遊戲 我是一個不打機 不擅長的人 但可能在這些 西美西眼 或投資 的東西上 可能會綁到大家 沒問題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介紹給朋友 謝謝